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妈妈 她叫她的宝宝 突然就回到我怀里 我当时就有点不知所措 然后就不停地哄着宝宝 可能把我的汤汁当成奶嘴吧 然后当时就可能有一点害羞 然后也觉得这个小宝宝挺可爱的 快快过来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来 然后再去到老百姓处不用放 我们全国人民都与你们站在一起 来个小宝宝 带来小宝宝